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汤米较为大家的周游介绍 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简单的 入门的一款头子类的游戏 直一过来应该叫草本发芽 这个游戏可能还没有出中文版 所以官方的中文的译名暂时还没有 它是之前一个好像叫香草花园的游戏的头子版 这个游戏是后出的 那个游戏是新出的 在这个游戏当中 美名玩家需要扮演一个种植草本植物的园丁 然后看看谁能成为最好的一名园丁 好 那咱们这些看游戏里的内容 好 那么游戏是一张版图 版图就是一个种植园 那种植园它有四个区域 对应着这个游戏里四种种植的方法 然后四张提示卡 然后这个美名玩家一共四套 15个这个发芽Token 然后竞争对手的发芽Token 这个东西只会在这个二人和三人距离用 四人距离不会用 好 一张这个柠檬卡 然后一套这个卡牌 这个 那如果正常局呢 就是用这么些东西了 外加这个头子和个人的这个版图 这个个人版图呢 就是有一些提醒你的这个符号 包括每个头子有多少个 然后包括这个放头子的位置 头子呢 就是这里面有30个头子 分了四种颜色 绿蓝呢 粉黄 其实它印到你这个个人板块上了 这里面有9个绿的 8个蓝的 7个粉的和6个黄的头子 然后它每个头子呢 其中呢 绝大多数的面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特殊面不一样 那黄头子的特殊面呢 是有花 蓝头子的特殊面呢 是一个万能 就它能当任意一个这个草本植物来用 然后粉色呢 是有一个虫揉的这个标志 然后六个这个 黄色的这个呢 它的特殊面呢 是有这个一个小铲子 是用来种花的 大概给大家提一句 好 那咱们现在来说这个游戏的设置啊 首先来进行人数的这个设置啊 如果你是这个四人局的话呢 咱们就移除这个竞争对手的这个 发牙token啊 就游戏中不会用 如果你是这个 二人局和三人局的话呢 需要设置一下这个工具卡 其中三人局呢 需要移除四张工具卡 两人局呢 需要这个 移除十张工具卡 好 那这个就是不同人数的这个设置 然后呢 咱们来说这个流程 好 那么这个游戏流程呢 印在这个提示卡上啊 我就按提示卡给大家讲 游戏会进行若干 轮每一轮分三个阶段啊 那么一三阶段呢 由当前的这个起始玩家呢 帮忙做啊 然后这个二阶段呢 是由当前的这个起始玩家呢 开始 然后按顺序 逆时针 每个人做一遍啊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比如说啊 咱们现在主持的玩家是起始玩家 他就先把一阶段做了 然后做二阶段 然后他左手边的玩家呢 做二阶段 然后呢 下一个玩家也做二阶段 每个人都做完以后 然后起始玩家再做一下三阶段啊 然后再把这个起始玩家啊 传给他左手边的玩家啊 这个游戏里面没有起始玩家token啊 你传起始玩家 就是传这个袋子就可以了 就知道 谁拿着袋子 谁就是现在的起始玩家 好 那咱们来讲这三个阶段啊 首先第一阶段啊 准备一下这个工具卡 这个很简单 就是从排库啊 抽这个玩家人数加一的这个工具卡出来 你现在为例 四人局呢 你就要抽五张 抽好以后呢 你会发现啊 他这个 有些卡上 让你放这个头子 那你呢 就需要投头子啊 他这个要求你为了公平呢 你不要一次全投了 比如现在为例啊 现在厂上应该是需要十个头子 对吧 他为了公平呢 他说你不要全投了 就一次从袋子里 投一个 然后你给他投一个面 然后按顺序 这样 从左往右啊 放在每一个位置上 就像这样 这里面我把它 每张卡都放一下 好 那么为每个地方呢 都投一个头子 放好以后呢 这第一阶段啊 很快就结束了 好 然后第二阶段 从七十玩家开始呢 来做啊 这第二阶段呢 又细分成啊 ABCDE五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拿一张这个啊 现在有的卡片啊 举个例子 比方说他拿这个卡片 好 那 这个A就做完了 然后B呢 是说啊 如果说这个卡片上呢 有这种头子 对吧 你要把这个头子呢 放到他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种植区里 种植区每个玩家 正常有七个啊 就是七个 以下为例 你就要放在这里头 好 那在这个B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情况 假如你刚拿的这个头子呢 导致你超过了 有七个这个 这个头子 怎么办呢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决定 是把你刚才新拿的 这个头子里的 一部分的扔掉 还是把之前的 一部分扔掉 使你这个区域里 只有七个头子 这是你要注意的 一个事情 这也就是咱们 需要做的C 这件事情 C上面应该有 你要把这个 给他 控制到你的 这个最多是七个头子 好 然后是D D这个阶段是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可以这个 做一下你这个 刚才刚拿的 这张卡上的 这个特殊动作 以现在为例呢 这两个特殊动作 这个咱们现在做不了 一会再给大家讲 这个是可以做的 它是说 你可以选任意一个头子 把它翻到任意一面 比方说 我可以把这个头子 翻到这个万能这一面 这样比较好用 对吧 之后我想当 哪一个草本职 我就可以当哪个草本职 好 那这张卡呢 就用完了 用完以后呢 这张卡呢 就弃掉 那要说明的是 它这个动作呢 是可选的 你这上面的动作 你想做做 不想做不做 你就记着 这张卡呢 它是存不下去的 这张卡经过这个阶段D 它就没了 它已经起排队了 好 然后最后一个是 假如你现在可以种植 这个草本植物 或者花朵的时候呢 你现在可以种植 想种几个种几个 如果你现在能种三个 你就可以种三个 好 举个例子 假如说咱们游戏 刚才进行了一会儿 然后咱们这个厂商呢 我看一下 假如说是这个样子 好 比方说这样 好 那在刚才这个阶段 我就可以种植一个 这个草本植物 那比方说我种在 这个花园里 这个花园里 这个花园是要求呢 这个你种植的草本植物呢 是相同的 然后最少呢 是要三个相同的 四个相同的 五个相同 六个相同 以三为例 这两个相同 然后它是一个万能嘛 对吧 所以我把它当做它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三个头子呢 扔回我的袋子里 好 然后 满足这个三 对吧 三个相同 那我就给它放到这个 这个地方 拿一个我自己的这个 发芽头肯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 一阶段 那就是我再啰嗦一遍 刚才我说过 一阶段是 你如果有多个满足可以种的 那你就都可以种 那假如说像 这个五个相同的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放九分这个位置 可以放七分这个位置 这个是你挑 你去放哪个 对吧 但是正常你肯定会挑 那个分高的 对吧 因为 这个游戏毕竟是比分的 好 那么七十玩家做完这 五个ABCDE 五个小步骤以后呢 就轮到他左手边的人 也是做第二阶段的ABCDE 直到每个人都做完 好 然后 第三个阶段 整理阶段 好 那么这个 C啊 这个整理阶段呢 它就分两个小阶段 就是分A和B 其中这个A呢 只会在这个 二人和三人局里出现 然后 那咱们来讲 咱们四人局正常是没有A的 这边要说一下 但假如说啊 咱们这个不是四人局 好 那么这个要干的事情就是 你会发现呢 你一定是会剩了一张卡 因为你刚才抽的卡的人数 是个卡的数量 是这个人数加一嘛 对吧 所以你先肯定剩了一张 那在二人三人局当中呢 你要看剩的这张卡 是什么 它左下角有一个 这个地方 它告诉你呢 你需要拿一个竞争 竞争对手的这个 发牙的后盖呢 放到对应的这个位置 以下为例就是 它告诉你放到这个 应该是太阳花 四分的这个格上 以下为例就是 这个 拿一个这个把它盖上 好 那么这就是 A阶段要做的事情 那B阶段很简单 就是把这张卡呢 扔进棋牌堆 然后把它上面 刚才没用的头子呢 也扔回这个 袋子里就可以了 所以四人局当中 相当于只是把这个 台扔掉 然后头子扔到 这个袋子里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骑士玩家就把他的袋子 传给他左手边的玩家 然后成为一个新的骑士玩家 有一张一直转 直到这个卡牌呢 被抽空的 就是最后一轮 然后游戏结束 好 这里面我来讲一下 这个 它这里面的一些符号 里面我就以 说明书来讲了 说明书印的比较全 这个特殊头呢 绿色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它是有花 它是用来种花的 以后再来给大家讲 你就知道它有三种花 对应这个花园三种就可以了 蓝色头呢 是个万能草本的这个标志 它可以当任意一个草本植物 这里注意你不能当花 好 然后黄色头子呢 它是一个这种种花要用的一个小铲子 粉色头子的特殊面呢 是有一个重揉头子 它是说 当这个头子被拿回来以后 你也可以先放在这 先存在这 或者在之后的轮 或者是拿回来的那一轮的 C 二阶段的C这个步骤的时候 在它之前 你可以决定 你重揉几个头子 假如说 你现在为例 我现在比如说 场上这么个情况 我有一个这样的头子没有用 对吧 好 那我就可以决定说 我要用它 在这个C这个步骤的时候 我要用它 然后我可以决定 我重揉几个头子 我也可以重揉它 我必须要重揉它 然后剩下的头子 你想投几个 投几个 举现在这个例子 咱们这样投这三个 那我就把这三个呢 重新投一下 好 重新投一下呢 翻过来 好 像刚才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就是重揉的这个粉头子呢 它又出现了一个重揉 对吧 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决定再 如果你愿意再重揉 当然它是必须重揉的 然后 比如说 咱们这次重揉这四个 好 得到这个结果 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粉头子这一面 它的特殊效果 好 然后咱们来讲一下 这个卡牌上的特殊标记 卡牌上这些特殊标记呢 下面这个比较特殊 就先不说 打算先说上面 正常这些应该是 假如说一个牌上有多个 要来演示的这个 你想使用几个 使用几个 你想全使用也行 你想不使用也行 你想使用一个也行 而且你的使用顺序呢 也是随意的 但是呢 第一个图标有点 有点特殊 这个种子带 它是必须先执行的 就假如说你这个上面有多个动作 并且你都想做 并且这多个动作里面有这个 种子带的话 你必须要先做种子带动作 好 那先来讲种子带动作 种子带动作是说 你呢 每看见一个这样的标志在你的卡上 你就从你这个袋子里呢 拿一个头子 随机拿 然后投一下 投个面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你自己的种植区里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 第二个 这个包裹 包裹其实我刚才给大家演示过 只不过它有两种包裹 一种包裹呢 它有一个就是要求啊 就是说你必须选这个草本植物的头子 然后呢 你可以转换成任意一面 另外一个说 你选任意一个头子 转换成这个任意一面 举个例子 第一种 以它这个说明书为例呢 就是我需要找一个头子 它上面现在是 印的是这个植物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头子 比如我选这个头子 转成任意一个我想要的一面 然后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很简单 随便挑一个转成任意一面 好 下面这个手套啊 这个手套呢 跟头子上手套是不太一样的 你会发现 头子上的手套它有个加号对吧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加号就表示 你可以重揉任意数量的头子 然后呢 印在卡上的这个手套呢 它没有这个加号 所以它就表示 你可以重揉一个头子一次 假如你看见多个这个符号 那你就可以分别一次一次进行 举例子啊 假如有一张牌上印了三个手套 你可以这样 先投一个 然后你说 结果我已经很满意了 那我就不投了 可以 然后你也说 结果不满意 我还想投它 可以再投它 好 结果满意了 然后呢 第三次我去投别的头子 也是可以这样 好 第四个啊 这个小铲子 那这个小铲子 咱们这个头子上也有 对吧 这卡上也有啊 小铲子是说呢 你可以 如果你拿着这张卡上 小铲子呢 你就可以消耗这个小铲子 去种一个花 那举个例子 假如说现在 你看我有一个 这个太阳花 对吧 有个小铲子 我就可以消耗 我刚才卡上印的这个小铲子 以下为例 就刚才这张卡就可以 把它消耗掉了 对吧 然后呢 再消耗到这种花 这种花呢 就头子扔进袋子 然后 拿一个你自己的发牙token 放到刚才什么花 刚才这个花 对吧 放到它 最靠左 分最高的那个位置上 假如说这三个位置都被占满了 那就不能再种这种花了 非常好理解 好 最后一个动作啊 是这个最后一个标记 是这个水壶 水壶呢 它是也是种花的 而且呢 它不需要消耗你这个花的token 就花的这个 不需要消耗你这个花的这个头子 或者说叫符号吧 因为它 花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出现 好 那么 举个例子啊 咱们假如说 现在我有一个水壶标记啊 然后想种这个花 它是说呢 你要消耗一对相同的这个符号 来进行这个种花 什么叫相同符号呢 比如说两个相同的草本植物 以现在为例啊 比如说 举个例子 这俩就叫相同的符号 对吧 因为它俩是同一种草本 或者呢 是相同的花啊 比如说两个绿头子 然后都有这个太阳花啊 也可以 但是正常可能啊 你不会这么干 对吧 因为你可能留两朵花的时候 你会想找两个铲子种 这样分高一点啊 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因为这样用水壶来种花 它是不需要铲子的啊 你要注意 好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两个特殊符号啊 两个特殊符号的意思就是说 黄头子呢 是这一面 对吧 粉头子是这一面啊 以下为例就是 你也可以扔这两个头子啊 然后来执行这个 水壶种花的动作啊 好 那很简单 你把你刚才印有水壶的这张卡呢 也是扔掉啊 然后呢 你挑一对 满足条件的 把头子扔回去 然后拿一个token 种在你任意一个想种的位置上啊 这种种花方式 这三种花你都能种 那正常你肯定挑分高的种嘛 对吧 以现在为例我可能就会放在这啊 好 这就是它正常的几种符号 然后最后一种符号啊 就是这个花盆 那有的卡上呢 它会在右下角呢 印了一个花盆啊 它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C阶段啊 做完这个科研动作以后 你需要把这张卡呢 这样放到你的个人面板前头啊 那现在 你就有了一个这个花盆里 种植了这种东西啊 以现在为例 其实我相当于有 一个它 一个它 一个它和一个它啊 然后它呢 不占用这七个槽位的 这个位置啊 之后我想用的时候 比如说之后我想种东西啊 假如说啊 我之后想种一个 比如说吧 我举个例子啊 三个不一样的啊 三个不一样的 咱种过了 好 换一个啊 假如说是 这样啊 我现在就有四个不一样的啊 之后在这个 第二阶段的最后这个 异的这个小步骤的时候 对吧 我就可以把这四个 都切掉 然后呢 种一个到这儿 对吧 好 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啊 这个游戏当中 我刚才给大家说过 卡是不能存的啊 你在一阶段用了就用了 不用了就扔了 除非它有这个花盆啊 有花盆的卡呢 是可以存的啊 想存几个存几个 没有花盆的卡 都是直接扔到七百堆啊 这点要注意 好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 这些特殊符号啊 好 那么补充一个细则啊 就是关于柠檬卡 大家看了半天 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啊 其实这张柠檬卡呢 它是在游戏结束的时候 值两分 谁拿到它呢 它就有两分 那怎么样的玩家 会拿到它呢 当有一名玩家啊 在进行种植动作以后 它四个花园 都至少有一个苗的时候呢 这张卡呢 就会被它拿走 好 那还有种情况 就是在二人和三人聚里面 因为有这个竞争对手的 这种苗 对吧 假如竞争对手的苗呢 在加过之后的一瞬间 也是出现在了 四个花园里 各有一个的话 那么这张卡呢 会被移出游戏 就没有玩家能得到了 好 这就是这张卡 好 那么游戏结束时候呢 进行这个算分 算分规则呢 印到这张卡上了 首先你这些 花园里种的这些苗 有几分 就是几分 对吧 这很好理解 然后呢 你这个头子呢 需要进行一个加分 头子怎么加呢 三种不同的 你剩的这个头子 就你自己面板前的 三种不同的 三种不同的 这个草本植物 这里面要注意了 必须是草本植物 你是花也不行 你是这个特殊面 也不行 你现在为例就是咱们 比方说 给大家换一下 好 你比方说 这三个它就不同 对吧 三个不一样的 这个草本植物 那么呢 它就得两分 然后一对相同的 草本植物呢 得一分 以现在为例啊 假如说咱们刚才 剩的这个头子 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一对呢 就可以得一分 你要注意 每个头子呢 只能被算一次 就是以刚才为例呢 你不能说 假如我只有这四个头子 这仨呢 算不同 然后这亚算相同 这是不行的啊 就一个头子 只能算一次 好 然后每朵花呢 算一分 假如你刚才剩的有花呢 花单独 每一朵花呢 都是一分 然后呢 还有刚才说的 谁有这张卡呢 记得加两分 那么分最高的玩家呢 就是这个游戏的 获胜玩家 好 那如果出现这个 多名玩家 共同这个最高分 获胜的话呢 那你就要看 谁有这个 最多的这个 发家token 在这个版图上 那么最多的那个人呢 他是唯一的 获胜玩家 如果这个数量也 平了 那就看谁有 更多的这个 发家token 在这个花园里 那 谁更多呢 谁就赢了 如果还相同呢 就 平 好 那 东西都讲完了 只有这四个花园 怎么种 我没有讲了 那我来说一下 这个花园呢 去跟大家演示过了 他就是说 你种的时候呢 要 相同的这个草本植物 现在为例就是 三个相同的草本植物 四个五个六个 好 这个地方呢 是说要 不同对的草本植物 现在为例要 一对 要两个不同对 要三个不同对 那你注意 他是要不同对的 也就是这个二三对 这两对要是不同 就是你不能说 四个一样的 这是不允许的 好 然后这边 他是说 你每个都不同 就是两个都不同 三个都不同 四个都不同 五个都不同 好 这个是说种花 种花给大家讲过 那就是只能种花 然后种花 有种花的方式 好 那这期视频 我就录到这 谢谢大家看 欢迎大家留言 我这边呢 咱们下期再见